把软骨分开 软骨分开 软骨切个小块 切个小块 行吗 这样 可以 做不做不 好 把脊椎骨和排骨分开 脊椎骨和排骨再分开 这样的 做开 哎呀 这排骨真漂亮 是吧 对 来 坐拍吧 坐拍吧 四段可以吧 行 对 别厚了 别厚了 哎 排骨做好了 你做鸡椎骨啊 好嘞 大家好 今天教你鸡排骨啊 来 往这看 先把第一块去下来啊 一二三 带骨头 鸡排骨了啊 鲜化轮廓 薄薄的来着一层啊 还好 这个肉不多不少 恰到好处啊 刀紧贴的骨头 哎 喂 这人看啊 到铜鸡这儿了啊 一刀 还好啊 一刀 一刀 还不就下来 一刀 看钱可以啊 看点肘子 转一圈 哎 哈哈 上面没法肉 下边是馅子 这也是这个 哎 下边拿一刀 嗯 来的特谢 上骨 好嘞 谢谢 大家好 咱们都知道这个肘子好吃 咱这个肘子啊 分为前肘和后肘 到底买哪个肘子不知道了吧 哦 今天咱们把这个肘子砌开了 来 到底哪一个好吃 哎 你砌开 我现在砌这个是前肘啊 哎 下来 下来 来 来个特谢 看这前肘 肉皮 包着瘦肉 一点肥肉没有 对吧 看上来吧 所以说 喜欢吃瘦的 来前肘 再看这个厚 厚着吧 后肘子 瘦肉也不少 但是关键来了 往这看啊 这个地方 现在我替这个地方 又有油又有筋 开出来了吧 这一大块 又是筋又是油 所以说 这个厚着要肥 咱们 你干净 这个地方 也有点肥肉 所以说 能吃肥的 喜欢吃肥的 还是要什么呀 厚着 对吧 厚着吃的要比前肘香 嗯 这会明白了吧 明白了 一目了然 哎 开出来了吧 啊 好的 行了 谢谢 好 哥哥正切炫了 最嫩的小李吉 哎 咱粉这个时候要注意 用刀杆你看 这样保护 保护刀日 拉这个肘子时候 一定要找对关节 找对关节 一切就把刀给脑炖了 尾骨棒骨 然后咱们把这个肉分了啊 不整齐的烤虫肉 哎 后腿前面这一块 咱们分成四块啊 大肉疙瘩瘦肉去啊来 精品后腿两条 注意这个淋巴啊 一定要去啊 普通后腿 哎 防止 下面咱们去这个排骨啊 天化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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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刀 哎 你看 你看 这一刀要用大刀啊 拿出这个铜皮是特别平整 哎 小排骨相当漂亮 排骨棒 第一刀是下踹 下踹这又个淋巴 咱们又去下来啊 近距离照去 哎 对 就是这个样子 不能使咱们去掉 下踹这一刀去下来 哎 特下肉 咱们把这个铜皮去掉 铜皮咱们卖手 一定要拉上小方块啊 你看 嗯 然后下边 下边这一块 往这看啊 这个排骨下边 你看 看这一圈 排骨下边 排骨下边啊 这叫硬类 这个肉硬啊 这个肉炒菜 咱们都是都是出油 所以说它好吃 但是下边 这外边 这一圈都算软类 这个肉软 只能炖着吃 炒菜它不好吃啊 大家 你看你看你看 要分心啊 硬类 软类 你看这硬类 层次分明 看见了吧 你看这软类 你看这软类 虽然瘦 但是它软 这是个炖肉 来往这看 前腿 上面这块叫梅花肉 咱们去骨以前 把这个筋骨修干净啊 去前肘 扇骨 咱们去扇骨的时候要包上一层肉啊 哎 你看 这样去着的扇骨 顾客特别喜欢药 以前这个扇骨不好卖 现在咱们带上肉以后 哎 特别好卖 跟这后腿棒骨一样 咱分这个前腿啊 虽然说前面这块肉也挺 也挺瘦 但是它也是不整齐 咱放个普通肉 普通前腿 胸腹上这块肉 也是挺瘦 但是这块肉有点软 所以说咱们也放到普通肉上 前腿下边肉疙瘩 拿上三块相当好这个肉啊 这个肉不管你是炒菜 或者炖着吃都不错 来咱们看这来 梅块肉 咱们说多回了 梅块肉第一刀有淋巴 这边这个淋巴 咱们拉开了 咱们也去掉啊 哎 因为它第一刀不整齐 所以说咱们也是放到这个普通前腿 然后这最好看的就是第二刀 第三刀 第四刀 你看 第二刀梅花 第三刀 第四刀 你看漂亮吗 你看 这三块是最好的 这第一块稍微有一点肥 咱们也放到普通这儿 这一片肉就分完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啊 谢谢谢谢谢谢 好吧